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许亚婷呢 她是一天呢 每天几晚没有吃过饭 天天都是吃什么黄瓜 葫芦菇 沙拉 然后咖啡 到现在 脸可能就是瘦了两圈吧 就两圈 整整两圈 软萌可爱呢 就是把许亚婷分配成了卓伊峰跟苏念峰 所以说软萌可爱里面也有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护肤想能手 对吧 她的许亚婷的护肤呢 就是怎么说呀 她的护肤品 是我就是见过 见过 就是一桌子 你知道吗 然后我之前有不懂的 我都会去问她 然后因为她很懂 所以说 就是她是有护肤想能手 游戏达人呢 就是因为 她就是 她喜欢打游戏 然后就是 主要是游戏墙打得厉害 对 就是她爱打 就是休息的时候会打游戏 就看到她每次打都会赢 所以她游戏达人 对 然后呢 就逃气鬼 就不用我说 你们都知道了吧 哈哈哈 应该所有人都知道了 还有这个 搞笑 你看她 就认为她是搞啥 那个 不是 不是 这个可能是苏慕云 但认识好不是 化妆间 我跟亚婷姐第一次见面的化妆间 但是真的是见面的话 那天其实是拍摄现场第一天拍戏的时候 这是见面的时候的剧本 唯独剧本 不是吧 唯独剧本 唯独剧本 大家都戴着口罩 什么都看不去 我没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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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戴了吗 我没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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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 算没 不是吧 是唯独剧本还是开机那天 是唯独剧本 是 但在我真正的影响你是开机那天 我是化妆订装那天 哦 我们先试着装 订装再开了机是吧 对啊 那就是订装那天 对啊 订装那天 嗯 就很高 又板 又帅 高 高 白 帅 有这个说的吗 高 我见雅婷姐那一天 在我印象里第一印象是唯独剧本 我们都有在大台词嘛 然后就把那个剧本的东西 我们当时有在试戏 然后那个时候她就已经把对于这个角色的就是 语气啊什么的状态都很饱满 所以说第一开始我刚见到她的时候就觉得 哇 她对这个角色已经很透彻了 我觉得她就是我们之前做了很多功课 谢谢 还有我现在的印象就是 可能是一些我触及不到的吧 因为我姐姐她单独拍的时候 还有就是跟别人拍的时候还拍的会很快 然后她就是可能在演技那些方面 可能会比我高一节你知道吧 就是开始见她就可能 话不是很多 就觉得她其实是 一个挺斯文的一个 现在也斯文 就比较 比较可爱 就比较爱 那我 我也是 也就是 比较细心 就是很靠谱的一个人 然后呢 苏念峰也是一个这样的人 就比较贴合她 就比较贴合她 因为她是 我觉得 是很靠谱的一个人 不比较贴合她 因为她是很靠谱的 就是很靠谱的 就是很靠谱的 所以是很靠谱的 我也是很靠谱的 我也是很靠谱的 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 感觉就像找了个妈 我觉得苏念峰会好一点 肯定是薛亚婷 天天教我呼呼对吧 薛亚婷是属于那种 你什么不会你可以问他 他什么都懂是这种 是吗特别靠谱 共同的呀 脸脸臭 脸臭吗你 哈哈哈 啊相同的应该是都是一个暖男 就是苏慕云跟任氏豪都是一个暖男 苏慕云是话不多的人 但任氏豪是话很多的人 这已经不说 我要是我要是苏慕云我都会爱自己 不是我要是女孩子我都我都会爱苏慕云 她们女朋友肯定是选择 哈哈哈哈 四选一我都三选一天哪 怎么也